如果说智者为山 慧者为海 李施主真是一位 凡夫苏子 武台山的过客而已啊 1948年 毛主席带领党中央渡过黄河 由陕北转战西百坡 路过山西武台山时 毛主席却突然想了解一下 当地的土改情况 于是他问总理 看来我们今天晚上在哪过夜啊 武台山 好啊 我们上武台山问问菩萨 中国革命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啊 主席 今天晚上还开座谈会吗 主席听后就告诉总理 等晚上的时候 多找一些村干部开会 只有跟他们多谈谈 才能了解当地土改工作的情况 在周总理的组织下 当地的村干部们 全部被请了过来 跟主席开了一个座谈会 村干部告诉主席 他们这些人全都是赤皮 说完抽起了烟 也不讲土改的情况 主席见状便直接询问李大叔 土改的情况怎么样 怎料他却说 村里根本没有地主 所以就没土改 李大叔告诉主席 他们也组织村民 跟山上的和尚讨论过 但根本没用 主席听后并没有言语 而是在第二天早上 就登上武台山找住持 主席并没有一上来 就讲土改一事 而是跟住持聊起了 佛教跟武台山的由来 主席身后的学识 让住持也十分佩服 还说毛主席驾龄本寺 更是令武台山 蓬蔽生辉 毛主席忙说不敢当 就在这时 和尚敲钟的声音 也回荡在武台山上 战士们也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大的钟 不禁感叹了起来 小和尚骄傲地告诉战士 这钟可有一万斤重呢 怎料下一秒 主席就说道 随后主席讲到 福祖的出身 说他身为王子 却不要皇室 看重的王位和权力 还有凡夫俗子 所追求的荣华富贵 反而只身一人 走进树林中 靠着一天只吃一个芒果 来追求至高至胜的境界 随后主席便开始 给住持下套 表示自己曾听过一个传说 那就是萨多纳王子 以身似虎 萨多纳王子 为了普渡几只 就要饿死的狐仔 他割下了自己身上的肉 救活了狐仔 不管是佛祖 还是传说中的萨多纳 他们明明都是王子 可他们为什么 不用手中的权柄 去普渡众生呢 主持顿式语色 主席却说出了答案 这恐怕是他们 身体力行 去追求信仰吧 是的 佛教的信仰是至高无上的 有时是可以超越生命的 毛主席听后就告诉主持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那佛门弟子为了普渡众生 是否可以献出生命呢 主持又怎会反驳自己 随后毛主席便抛出主题 山下的百姓们 现在急需种天生存 可方圆百里的土地 全都归寺庙所有 而这就是主席高明智慧的地方 他并没有强迫住持 分地给百姓 反而用佛教的道理 折服住持 让方圆百里的百姓 都有甜重 他米高杨不吃死鱼 留着我毛子中吃 本来你代表我向米高杨同志敬酒吧 面对特使米高杨的刁难 毛主席又会怎么做呢 这天 主席带着几位书记和特使米高杨 在冰面上畅谈着新中国的未来 米高杨听后便问主席 如果苏联政府来到中国 会受到什么样的款待呢 主席听后却笑而不语 任逼时告诉米高杨 随后 周总理提醒主席 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 马上就要开始了 1949年2月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 成功通过永定门进驻北平 在入城仪式结束后 米高杨也即将返回苏联 毛主席为了表示友好 带着几位书记来到兵面上 亲自为他抓鱼送行 随后大家来到屋内 毛主席热情地告诉米高杨 这是他们从西百坡 胡托河的冰层底下捕上来的鱼 高杨告诉主席 他们福尔加河的鱼十分鲜美 但你们西百坡的鱼是活鱼吗 米高杨却问总理 那运来之后呢 米高杨听后就不乐意了 表示苏联人不吃死鱼 而毛主席此时的神情已然有了变化 刘少奇去让翻译告诉米高杨 现在是冬天 鱼是不会变质的 怎料米高杨听后 却不屑地再次说道 不吃死鱼 这次毛主席怒了 警卫员端下鱼之后 众人才坐下 毛主席也没了兴致 让总理替他向米高杨敬酒 米高杨也察觉到了气氛的微妙 于是在喝了一杯酒后 就一脸兴奋地告诉主席 说中国的白酒比他们的福特加好喝 主席听后就拿起白酒 毫不谦虚地告诉米高杨 中国的酒文化 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问问他们的祖先 那个时候是吃活鱼还是吃死鱼啊 一字不差地翻给他 场面瞬间陷入了尴尬 米高杨听后也明白了过来 然后避重就轻 要为中国由主席这样的领袖而干杯 这才糊弄了过去 其实主席并不是记仇 而是想通过死鱼告诉米高杨 如今的信中国 并不是他们可以随便拿捏的 毛主席为何要送救命恩人一筐石榴呢 原因你肯定想不到 老人正在院子里沉练 就听女儿喊道 而毛主席也跟警卫员说起了 他跟恩师的故事 原来主席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 从老家跑到了长沙应试 结果考了第一名 而福老师是湖南高等省力中学的校长 他不相信主席一个农民子弟 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 于是就将主席叫到了办公室 当面给主席出题 让他写一篇文章出来 但毛主席只上了半年学 就自己退学了 而富老跟主席之间的渊源远不止于此 原来当年主席被湖南军阀通缉 富老知道以后 就发动了自己的人脉资源 经过几番周折 这才让主席逃出升天 警卫员听后就问主席 富老救过您的命 您却只拿一筐石榴报答 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 毛主席跟富老一阵寒暄后 便来到屋内 直到这时 主席才说出他给富老送石榴的含义 原来当年富老去石家庄 给傅作义传话 是主席将富老留下来的 合起来就是石榴 而且全中国都有一个风俗 送石榴是为了祈求多子多孙 我祝福您老人家子孙满堂 健康长寿 为建设新中国出力啊 除此之外 北平能够和平解放 跟富老也脱不了关系 因为在解放北平和天津时 是富老向主席建议 先武功天津卫 后文娶北平城 这才避免了文物的损害 保留了大部分的遗迹 随后 毛主席回到住处 让李克农转告身处 北平的彭真和叶剑英 要重点关注北平经济的恢复 同时 根据中央的指示 跟南京政府打交道 等李克农走后 陈云和罗龙环 带着一个小女孩 找到了主席 原来 她是主席的另一个女儿 娇娇 主席看着女儿娇娇 一时之间百感交集 可让主席奇怪的是 不管自己怎么说 娇娇都闭口不言 毛主席听后 强忍着泪水 跟总理调侃到 说自己有一个外国女儿了 周总理也明白主席的心情 于是就告诉了 娇娇主席的身份 我一推爸爸 毛泽东 爸爸